2018年7月13日 中超二次转会正式截止 针对各队的补强调整情况 盘点如下 一致千金只为王者归来 广州恒大逃跑十一轮战霸 七连贯的中超霸主 广州恒大紧急十八分位居第五 恒大自上而下显然已经坐不住了 塔利斯卡与保利尼道的实力无庸置疑 全新升级的恒大将在下半程重新启航 胸有成竹 按兵不动上海上浪 北京中克国安 千金全剑共有三支球队 没有在二次转会期操作 其中上海上岗与北京国安在前十一轮顺风顺水 分裂积分宝一三名 而千金全剑的万元配置 也令主帅保罗所在满意 休在其前他们也无伦不败 调整频繁 宝级大战如火如荼 河南剑叶大连一方 长春亚太重庆斯威 河南剑叶在这个转会期投入巨大 不仅迎回了航气之王伊沃 环仲金引进了宝甲金薛卡兰家 此外还租借了上赛季最佳新人胡敬航 与河南争轴级的恒大新兴王上远 大连一方在这个转会期主打实用路线 曾经的虹口之王里亚斯科斯重回中超 大连级的勤生与金鹏祥均拥有丰富的经验 且不乏为家乡奋斗的动力 长春亚太在这个转会期 对前后场两位外援进行了更新换代 奥超赛季 MVP梅泽耶夫斯基替换了马里尼奥 而俄超冠军火车头主力中 魏佩伊西诺维奇 替换了七年老陈伊斯梅洛夫 重庆思维主帅保罗本拓得购买了支架 奥林匹亚克斯时的就降赛 他将替代离队的后腰阿吉雷 完整转会名单如下 根据得转数据上海上岗转为外援 再无转入内援 再无离队人员 胡静航租借制河南建业 江兹磊租借制武汉卓尔 高智杰租借制南通之云 山东鲁能转入外援 罗杰格德斯从巴甲哈尔梅拉斯租借加盟 转入内援 周玉晨从港超球队 RF复利队租借欺满归队 离队人员 王勇转会至四川九牛 北京国安转入内援 再无转入外援 再无升入一线队 正一名离队球员 金鹏祥租借制大连议法 张燕转会至江苏苏宁 江苏苏宁转入内援 张燕从北京国安转会加盟 转入外援 埃德尔从国际米兰转会加盟 塞恩斯伯利从曹蒙租借满归队 离队球员 阿尔玛丁内斯租借加盟 墨西哥美洲广州恒大转入外援 塔利斯卡从本菲卡租借加盟 保利尼奥从巴萨租借加盟 转入内援 再无离队人员 王上元租借制河南建议 广州复利转入外援 托西奇从贝西克塔斯转会加盟 转入内援 陈俊乐从港超球队和副大部转会加盟 离队人员 再无上海申花转入内援 再无转入外援 登巴巴游哥斯塔比加盟 升入一线队 蒋盛荣 朱晨杰 曲浩阳 周俊辰离队球员 秦升租借加盟大连议坊 王寿廷租借加盟长春亚太 天津太达转入内援 张实名由北京国 安加盟转入外援 再无离队人员 再无天津全舰转入外援 再无转入内援 再无离队人员 再无河北华夏幸福转入外援 阿努布埃尔卡比从摩洛格俱乐部贝卡内复兴转会加盟 居里姆外租至格拉纳达七满后归队 转入内援 再无离队人员 卡库塔转回至巴列卡诺北京人和转入内援 再无转入外援 马克特迪奥普由阿联酋 阿尔阿赫利加盟 马西卡由黑龙江火山明权加盟 提前外租结束回归离队球员 伊沃加盟河南建业 陈利明加盟黑龙江火山明权 重庆思维转入内援 赞武转入外援 阿德里安拉莫斯外渡机满回归 再把由奥林匹亚科斯加盟 离队球员 米洛维奇自由转会加盟 奥斯坦德 阿基雷自由转会加盟 格拉纳达 唐春亚太转入外援 梅泽耶夫斯基从悉尼FC转会加盟 佩依西诺维奇从莫斯科火车头自由转会加盟 转入内援 王寿鼎从上海深花租界加盟 离队人员 马里尼奥转会至八甲格雷尼奥 伊斯梅洛夫自由离队 礼商租界至四川九牛 河南建业转入内援 王上原由广州恒大租界加盟 福建航由上海上岗租界加盟 转入外援 伊沃由北京人和加盟 卡南加由索菲亚中央洛军加盟 离队人员 魏鹏加盟福建天信 爱迪各麦斯租界加盟 FH俱乐部 安卡拉自由转会加盟 拉斯帕尔马斯 大连一方转入内援 秦升由上海深花租界加盟 近鹏翔由北京国安租界加盟 转入外援 里亚斯科斯由瓦斯科达噶马加盟 离队球员 王万鹏租界加盟 大连超越 贵州横峰转入外援 迈克尔奥伦加租界至赫罗纳 七满后归队转入内援 暂无离队人员 暂无 咖啥